1978年改革開放 各種新榮時尚的流行文化 和審美觀念傳入 1979年3月 法國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 是北京舉行改革開放後的 第一場時裝表演 當外籍無德爾 在舞台上展示時裝的飄逸和美感 震懾全場 亦由此催生了1980年底 第一代時裝無特兒的誕生 當時上海服裝公司旗下的工廠一面 挑選了大概20名男女 組成新中國第一支時裝表演隊 當時他們被稱為時裝演員 每天接受5、6小時的造型 步姿、舞蹈等訓練 1981年2月 他們進行首次時裝表演 但思想傳統報仇的民眾 就不太接受 因為是其裝易服 又或者是覺得服裝暴露 1983年4月 他們到北京表演 結果反應熱烈 轟動傳承 在80年代 內地的時裝表演隊越來越多 加上不少外國電影上映 人們逐漸改變穿衣觀念 由以往的藍綠灰 以耿著為主 到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 民眾購買力上升 對美的追求 外國時裝品牌的引進 中國人也紛紛展開個性化的時裝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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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